今天在安美大老师 也帮我们分析的一些星座的人 很会挣钱 对哦 赶快看看自己星盘当中的水星 太阳以及跟行动力有关的火星 来看看我们是不是 很有这种挣钱的特质 首先第三名 如果有落在处女座的朋友 能够挣钱的原因是因为 头脑灵活热衷理财 其实很多像这个巴菲特啊 马云都是太阳处女座的人 处女座的人基本上 他们对于这种数字 是非常有概念的 好就是多少钱 然后怎么样 什么利率多少 或者什么的 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 很容易就算出来的 再来处女座有一个特质是什么 他们非常对于自己的工作很认真 就是只要是交付到我面前的事情 我一定会认真地做好 像娜娜的火星就在处女座 你就具有这样的特质 也算哦 对也算 就是说只要是你的工作项目 你会非常非常的 从大方向或是小细节 你都会掌握好 比方说像你可能对歌唱有兴趣好了 假设经纪人跟你讲说 诶娜娜你最近要去练一首新的歌 我们上节目要表演 可能一般人我练个这个十次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娜娜不止 她可能会说诶我十次不够 我要练个十五次 二十次把它唱到最好 也因为这样子的态度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处女座来说 我们的工作收入就会很丰盛 再来呢像处女座人 他们的投资理财观念是什么 所有的大钱都是从小钱累积出来的 像巴菲特有句名言 他说如果你在很多小细节 小原则你都没有办法坚持的话 你在大的方向 你也没有办法做好 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财观念是 我虽然要赚大钱 但是我小钱 就是这种短线收入 其实我也不会放过 是这样子很能够挣钱的这种特质 那么第二名呢 如果有行星落在天蝎座 好就像是热爱金钱投资有道 天蝎座特指强的人不可否认 他们的一些危机感是比较强的 他们觉得如果口袋里 没带个几万块出门 会很没有安全感 我的户头里面 如果没有几个零的话 我也会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天蝎座的人对于金钱 他们会不会言 我就是很热爱金钱 所以呢我也很喜欢投资理财 像我们讲处女座的人 他们比较喜欢是存钱 他们觉得存钱定存这些最可靠 买这种什么稳健的这种 这种什么基优股 或者是这种传统股 是最可靠的 但天蝎座的人呢 除了有这样的特质之外 他们还敢放手一搏 就是我投资的时候 我的那个标的可以再大一点 因为这种特质 所以呢他们对于这种 赚钱的方式的累积 也是非常的在行的 那么第一名呢 如果我们有行星是落在摩羯座的朋友 因为呢野心宏大 踏实前进 好摩羯座的人 他们是赚大钱的规模 也就是说呢 很多小钱他们觉得 嗯这种草短线其实太累了 好我要每天盯着这些 这些小地方看 然后赚了这么几千块几万块 我觉得不好 我宁可长期的投资 我看好一只基优股 我就好好的把钱放下去 然后呢我可能会花个三年五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但是那种倍数成长 会让其他的星座听到金额都吓一跳的 这就是摩羯座的人 而且呢他们是人生从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会立定志向 我日后一定要做一番大的事业 我一定要有很大的这种工作成就 也因为我们的目标非常的大 我们又有恒心跟毅力 可以慢慢的前进 所以摩羯座特使墙的人 他们的赚钱本事 不见得人人都知道他有钱 因为他们很低调不张扬 但确实口袋会是非常的深 非常能够赚钱的一个星座 提供给大家参考